推广环境教育 台湾在2014年启动台美环境教育伙伴计划 这天在雾峰国小举办生态学校认证颁奖 总共有7所学校获得象征最高指标的旅旗 26所获得银牌 53所获得铜牌认证 活动现场也展示认证学校的成果 希望能够让环境教育与国际接轨 雾峰国小学生带来精彩的英文歌谣演出 为活动炒热气氛 推广环境教育 台湾在2014年启动台美环境教育伙伴计划 就天在雾峰国小举办生态学校认证颁奖 雾峰国小举办生态学校认证颁奖 其实今年在2022年 2022年 但有一些建设的建设是 都是在2022年才开始发展出来 那小朋友的建设很像越长的方向 那也是刚开始入门而已 还请大家多多来给我们赐导 因为我们赐教 获得认证的学校从颁奖者手中结过奖状 脸上的喜悦藏不住 这一次总共有7所学校获得率期 26所获得银牌 53所获得铜牌认证 据办大会表示 要获得生态学校认证可不简单 要提升学校节约能源 废弃物减量等面向 达到强化学生环境知觉 和责任感 以及结合社区发展 达到全面推广环境教育的目标 以学生为主体 让孩子利用整个在地的一些素材 让孩子去做中学 那这一次我们选的面向 其实从能源水资源跟生物多样性 这三个项目让孩子借由课程 借由老师的引导 让孩子去动手做 去完成一些守护 比方说建南后面的溪流 那去营造学校的一个生物多样性的一个基地 然后去抖击整个山林的一个活动 活动现场展示认证学校的成果海报 不仅是要推动生态教育 以及加强台美环境教育合作 更是希望能够将环境教育向下扎根 与国际接轨 建成专专台中才能报道